剛才有提到就是某些網站,比如說像這樣,我只希望說有我要的內容中間這一段就好了 旁邊這邊就不要,對不對 那有幾種方法,當然抓圖是一種方式 抓圖,可是如果你希望就是不要是它內容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像這樣,我們 你用Google或者火鍋 都有所謂的附加元件可以用 以我現在來講,如果你用的是這個 Google的瀏覽器 我在這邊有一個 你看到這裡有一個叫catch a picture Page,在這裡 這個工具裡面的 擴充功能,在Google裡面叫擴充功能 那我這裡有 裝了兩個 一個叫做 這個 那一個,還有另外一個叫做什麼 另外一個叫做網頁快照 這樣子 這兩個都可以 這兩個都可以 如果我用的是上面這個 Screen Capture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在這邊 Screen Capture 它可以直接Capture 還有Edit 有沒有 我就點進去了 那麼它就先幫你抓一下 好 拍起來了對不對 那麼現在呢 你可以在這邊 你去決定說你要哪一塊 如果我只要這一塊 有沒有 假設我就到這裡就好 假設你要這一塊 我就直接把它 Copy下 或者是那個 我現在是拷貝 當然你直接剪下也可以 那 你就可以拿到別的地方用 當然它這邊是變圖片 好是變圖片 那你也可以把它print 變成什麼 PDF 變成PDF 也可以 有沒有,你看這個是比較長 對不對 就是你編輯完之後 你也可以把其他不必要地方把它刪掉 把它刪掉 這是一種方法 那麼如果你用的是像我這邊還有快照的 其實 你看 人間範圍 我這邊就是要編輯那個內容 好,編輯那個內容 好,現在你看我已經可以編輯了 你可以把你不想要的地方把它怎麼樣 網頁很少這麼橫的 直接把它弄掉 幹嘛留著 浪費 有沒有 但是 這個像這樣 Delete掉 你不知道網站可以這樣搞 就是我們要留自己要的就好了 把這個地方不要的 把它刪掉 就留到你剩下你要的 你再 直接來拷貝或者是把它存在網頁 就比較OK了 這是 我們在 Google上面可以用的 但是我現在比較常用是在火壺上的 火壺上 火壺上 我也有裝一個附加元件 這個都是你可以回去 你可以試看看的 你只要知道關鍵字就好了 這裡有一個叫做 Print Edit Print Edit 你可以找一下這個關鍵字 那麼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邊 我就按右鍵 按右鍵有一個 叫做 它會有一個叫做這個 Universal Print 那你看右手邊有沒有一個叫做 Print Preview 我們現在就要試看看 按右鍵 Print Preview 好 我們平常 直接印刷就這樣 對不對 可是這樣太浪費 你就可以按 編輯 編輯的時候 我要留的是中間這一段 所以我把中間 你看它會有一個外框 有沒有一個外框 我先點一下 你先確認一下你要的範圍 對不對 一直捲到下面來都沒有錯 有沒有是不是到這裡 好 那我現在這個是我要的 所以就告訴他 請刪除其他的 一樣 有沒有是不是 這個留下來 右手邊也不一樣 對不對 看到 刪除 這個就刪除掉就好了 不是刪除其他 有沒有 你可不可以把其他 不要的地方 這裡也不要 刪除 這樣有沒有比較乾淨一點 這樣子你再把它列印 你再預覽一下 就可以看到這樣的結果 你就可以變成比如PDF 那那些字 因為它本來就是字嘛 所以這些字就還可以繼續用 這樣了解意思了 所以其實你稍微把它整理一下之後 我們的頁面就乾淨很多 這個是 等於是有點類似網絡上的抓圖 但是它又可以幫我們 做一些整理的 好這個是在網絡上這叫附加原件 所以你再看一下 在火鍋裡面的 我是比較常用火鍋 火鍋裡面的叫做printed 你直接取得原件的時候 用這個關鍵字導就好了 那麼如果你是用Google的 剛剛還有兩個 一個是叫做 Capture Page 另外一個是拍照的 最有中文 Web Page Green Share Shot 好 這兩個都可以 這樣了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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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